好 我們準備要開始做題目 做題目之前我們先跟各位說過 我們在這邊考試的題目 尤其喜歡一些混合的題目 基本上就是從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詳細 一杯熱水加一杯冷水變成一杯溫水 這件事情告訴我 兩目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 什麼叫做熱平衡? 溫度一樣 兩目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 熱平衡的是溫度會一樣 然後為什麼會熱平衡? 因為會有人吸熱有人放熱 高溫的會放熱低溫的會吸熱 所以這告訴我們熱的轉移的方向是從高溫流向低溫 這件事很簡單但是很愛考 這件事很簡單但是很愛考 這樣流落的方向是從高溫流向低溫 然後再能量是守門的 不會平白或會多出來或少掉 所以有人放熱有人吸熱 這種關係叫做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散熱 你用等於表示都是正值 所以都是正值 表示因為我的ΔT是高溫減低溫 如果你是用末溫減出溫 就表示有人正有人負 那麼你是放熱加吸熱加散熱等於0 放熱加吸熱加散熱等於0 OK 那麼到人家這邊有個叫做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那麼熱怎麼算? 熱這樣算 H等於2SΔT 這個公式以後會變 等到有融化熱或有氣化熱之後 我們還多一個融化熱跟氣化熱的公式 但是基本的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熱量計算的方法 OK 這個是跟所謂的 我們的第三點跟第四點是跟計算有關的 第一點跟第二點是跟計算沒有關係的 考試也不定要考計算題 這不用算 這不用算 觀念而已 兩個相接觸會怎麼樣 我們剛剛跟你講過了 熱量的流動方向是從高溫流向低溫 不是從質量大流到質量小 不是從密度大流到密度小 不是從比熱大流到比熱小 所以它是從溫度高流到溫度低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的是C 它從高溫流向低溫 這個不用算 我們的練習也是不用算的 有關熱的迅速誰是對的 這也是不用算的 就是我們剛才跟各位講的一些觀念而已 誰是對的 哪個迅速是對的 誰是對的 林玉菲 誰是對的 C是對的 C 你們說 第一句話 五公克含有五十卡是錯 我們講過我們不知道東西的熱量有多少 第二句話 含熱量是溫度計測量錯 溫度計是量溫度不是含熱量 東西的熱量 吸收一樣的熱量溫度的變化可能不一樣 所以這不對的 兩個東西混合的時候是熱量是從高溫流到低溫 所以不是從高溫的放熱不是高溫的放熱 所以也是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豬對 這是比熱的定義 一公克的物質上升一度C 所需要熱量叫做它的比熱 所以答案應該選的是豬 這個也不用算 誰是對的 這也不用算 誰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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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對的 誰是對的 我們講過我們不知道東西的熱量有多少 所以高溫的一定比低溫的熱量多是錯的 我根本就不會曉得熱量有多少 所以誰高誰低我熱量多少我根本不知道 A是錯的 然後呢 氣溫升高的時候高比熱烯的總熱量一定比低比熱多錯 H等於M S delta T 除了比熱會影響之外 還有質量會影響 還有溫度變化會影響 我可以高比熱 可是我質量很小 我的溫度變化很少 那我吸的量還是很少 所以B也是錯的 然後呢 50公克身高5卡身高10度C 比熱是0.5 H等於M S delta T 它只有5公克 後面有個質量是50 然後為什麼要是10就500 是5除以500答案應該是0.01 答案應該是0.01 所以這是錯的 所以呢 答案只有C是對的 除了比熱是1 M S delta T 質量是2 比熱是1 溫度變化1度 2乘1乘1 所以是2卡 所以C是對的 所以呢 只有4是對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簡單的 基本上不太需要靠什麼計算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好 觀念題 觀念題 你要把我們前面叫做觀念記好記清楚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3跟練習04